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黑白晶 依旧按照我们原先的方式来进行胶筑清倒 哎呀 灵的过程真是少 看一下我们这个颜料真是舒服 耳朵再给它补一下 这里再补一补 OK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用我们的这个颜料来进行清倒 我们在这个白色的杯子里面加了一点金色 看一下 耳朵这里再胶一下 看我们的颜料多丝滑 像陶瓷做的一样 然后加一点点的黑色 嗯 不错不错 做得干净一些 新色的耳朵这边再 OK 大家现在就已经见证了 一只高贵的熊是怎样诞生的 玩流体话 找一卷猫